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决健康的问题 就像这一位医生 他在医学院毕业之后 他回到自己的偏乡服务 看到山里的确医疗资源缺乏 他开始想清楚 他不只是要医人 也想要帮人解决问题 于是当他知道 在阿里山的茶农 他们种茶以后 经济好转 健康身体的状况也好转 于是这位医生决定不务正业 他不只是医生了 他也带大家种茶 成为斜杠的茶农医生 那你今天要打针了 诊所门口高挂着红布条 谢福安去年又拿下了 制茶比赛的大奖 苗栗南庄乡的小镇医师谢福安 这几年展开斜杠生活 平时看诊 产季制茶 这个蜜香很重啊 蜜香味很重啊 喝大口一点 诊所里的片刻闲情 就是不忙时 能和病人喝杯茶 画家常 谢福安回乡看诊 二十年了 配合乡下早起的长辈 外出工作的人们 每天早上七点半开始看诊 中休息 下午开诊后 一直为晚归的病人 守候到八点 工作时间长 休息时间短 但谢福安的诊所里 总能传出他带着笑声的 看诊风格 新冠状病毒没有影响 你的生意没有影响 那么好 跟我一样 新冠状都影响不到 我还不管他 你在放松点 太高了 医生不该 只是医治病人的身 还有他的心 这是谢福安回乡看诊 后深刻的体会 前话家常中 能从病人的生活点滴 遭遇情绪 发现问题 对症下药 最适切的治疗 有时候 未必是几颗药丸能给的 谢福安是苗栗山里的 泰雅族原住民 大学考上公费医学生 毕业后 分发到山里的卫生座服务 可是那时候刚到山上去 也很可怜啊 在卫生所就这样待着 一天有时候 看到五个病人 看到八个病人 所以我那时候就 在民国八十年 我就走巡回医疗的 台湾大概几乎是我第一个走 从卫生所 每天就去一个村庄 每天就去一个村庄 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去 进来 怎么了 来 挂 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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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来 到了偏乡看诊才发现 原来不是山里的人都很健康 所以找他看病的人少 而是山里的医疗资源 实在太缺乏 去了两次 三次之后 每一个地方都三十个 都超过我的想象 我瞧 怎么会那么多人这样 都是一些老人家啦 我去跟他们聊聊聊 真的就医不方便 他们身体有病痛 就你给我说 就算了 就放了 甚至很多人家跟我讲 让我走了啦 你不要再救我了 我们的阿哥那么老了 就好得走 不要再让我拖累小孩子 再运用社会资源了这样 那当天听了就很心痛 几年在山中往返行医的日子 南庄的乡亲也在呼唤谢福安 妈妈希望他身为组里唯一的医生 不能忘了家乡 因为我的外科技术很好 所以他们就希望我去做急诊医学 跟美容医学 可是因为我的个性不是 不是以赚钱为止那种 而且我不太喜欢在病人的身上拿钱 所以变成说我会忌绝那些 都会去的生活 我就心理上的意愿 还是一直要回到山上 跟我做医生的初衷 我想照顾比较偏远 比较需要的病患这样 难得146 难得那么好呢 回乡后用族语为族人诊病 感觉特别亲切 只是乡下医护人力少 看诊 打针 抽血 血福安都得自己动手 平时还会有心脏病突发 做工 务农受伤 喝酒摔伤 各种意外发生 都会来求救 其他空下来的时间 血福安还是保留着 从前出诊的习惯 像我常常利用中午的时候 就去看一些出门不方便的老人 像有时候老人家来这边 走路就parking 少年就不太会走 整整门口走到这里 就要走个五分钟 十分钟 他来两次我就说 拜托你不要来了 我去你家看你 出发前踩着一双轻便的假脚拖 谢福安平时担在椅背上的白袍 已经很久都不穿了 我们的主人看到医生会怕 就像有白袍症候群一样 他血压会高啊什么 他就会怕 不穿医师袍 谢福安也没有医生包 手上提了纸袋 就准备出门 整整型的这样就过去假的 你要的东西又不多 听诊器 手电筒 其他的山上 再用就意识太漏了 我们很强的不怕 我中午要去看李新武 沿着山路走 今天中午要探视的老先生 长期卧床 出门不便 我来了 山上乡下医疗资源少 谢福安在念医学院时 就想过这个状况 所以一直很要求自己 我在那边看病 我很少用仪器 我又要去念我的五官 就像那个中医讲的 望闻问切 因为我知道我要到山上去 没有那些仪器给你的 什么X光 什么EKG 什么超音波 开心 回来 每隔一阵子 中午都要来帮卧床的老爷爷 做居家附件 边做伸展 也边和老人家聊天 谢福安在客家庄 和客家相亲相处久了 也学会了用客语和病人交谈 他关心的人事物 也跟着变多 结束出诊 周三周六下午是休整日 五月是采茶枝茶的季节 下午谢福安 要到山上的茶园去看看 上山的路越行越窄 山壁也呈现出两种极端的风景 当长大就发现说 原来那时段在我们南庄最有名的就是南庄的煤矿 跟林叶 后来发现煤矿要在山上钻洞 所以大雨一来土石流 那林叶把我们神木级的大树都砍掉了 那突然变成裸露在天地之间 然后就只要一个大水来 他就抓不住那个 他的就是大水之后 土地一直湿一直湿 他抓不住了 就跟着滑下来了 过度开发的山坡地 坍塌裸露一大片 原始林茂日渐稀疏 谢福安很担心 族人们曾经居住的山林 虽然现在大家都迁居下山 但土地受损很难复原 他想医治保护的 还有山坡上被破坏的绿地 大家好 海拔1200公尺高的农地 是当地最高的茶园 五月正式采茶的季节 平时谢福安就把茶园交给长子和弟弟管理 他有空时就会到山上来看看 那我们山上组有很多 因为有时候家里临时 或是家里欠银行 欠农费 太多钱 小孩子要缴学费 小孩子或是要结婚 没有钱的时候 他们就找我要钱 有的时候比较大的就百万 有的时候小的就几十万 那我们都只有嘴巴讲好 也都没有白纸黑字 可是有些老人家都会说 阿洛阿洛 谢一次阿洛 那个山上那块地 以后就给你 然后用这个钱来抵了 那我就跟他们讲说 其实不用这样子啦 几十年下来 妈妈鼎嘱要照顾族人的话还在 谢福安却早已不记得 他借出过多少钱 过了十几年 有一个老人家 七十几岁快八十 他就跟我讲说 阿洛 你再不做登记 你弟不再拿回去 不再拿去 以后我的子子孙子 我的孩子孙子 不认的时候我不知道咯 我们来办过户好不好 所以一拌牙齐我才发现 第一次拌就拌了十几甲地 连我都吓得到 怎么那么多地啊怎么办 山上白天日照族 午后经常一片浓雾飘来 伸手不见五指后 又是一阵雨 山里气候变化大 土地污染少 很适合种茶 一个用族人的土地 来改善他们生活的想法 从谢福安心里伸出 就在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台湾那时候在高山茶 刚刚开始 在阿里山那边 在民国七十年之后 我去那边 住在那边玩 我们就周族的主人 就在那边种茶 他跟我聊 他就说其实种茶这一块不错 我说你们把山砍成这样 对水土保持好吗 说你那山都给人弄到光秃秃了耶 他说不会啦 其实还好 而且他的回收蛮快的 然后他说你看我们种茶 做茶做到累得要死 都没有时间去喝酒抽烟干嘛 就为了说提升我们原住民的生活 提升他的经济水准 然后文化 尤其可以少喝酒 这更棒 在医生理想 比人家少喝一点酒 我们就很高兴了 所以就开始往茶叶这方面 去思考去想 决定种茶前 谢福安特别请教过茶改厂 得知茶树根细深 不影响水土保持 茶树又比果树容易管理照顾 而且经济价值高 只要以无毒方式用心栽培 我的观念很简单 我只是对土地 对水土保持好 对大自然好 不要用农药 不要用沙草剂 然后另外当然最重要的 经济效益要好 可以让我们的族人 或者以后请的工人 可以请我们自己的族人 增加他们的工作机会 甚至我从这一小块的地方 带动整个风景 要先趁 说服族人加入前 谢福安得自己先做出成绩 但这几年计划刚刚开始 和他在山里行医一样 制茶资源也不足 茶叶采收后 得送到山下 向茶厂租结设备制茶 这个国有给我太大压力 我都不敢太用力捏它 手术 我随便拿什么 随便乱锯 要多生样多用力 我都知道 这个我不太知道 谢福安不会制茶 他远从阿里山 请来种茶的族人帮忙 尽管经费有限 制茶设备老旧 但怀抱理想的茶 会为他印证成果 可能是我们的茶子本身好 虽然说在很困难 很不好的环境之下 做出的茶汤茶色 味道非常好 但是我们那个茶的什么 外观 根本就不能看 每个都粗粗黑黑的 那裁判都在笑 我都说 你们做茶怎么做成这个样子 可是因为非常好喝 他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茶好喝 所以OK 一比赛就得银子奖 得很好的奖 后来再得特等奖 得全国第一 种茶的医生做出了成绩 不再有人笑他太跨界 谢福安期待着 身上茶园的愿景 如同茶香 延续尾韵 有了这些之后呢 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看我有把茶卖出去了 那你们就会跟进来 那现在不说 都有好几家愿意跟进来 可是还在观摩这一两年 然后我的愿景 就像我每次带我自己 我都跟他在山上 就指别的山上干 讲说以后你要帮他们 让我们这边的人 全部一起结合起来 把气候养大一点 不要只有自己一小块地 在那边沾沾自己说 我很好 我不错 不是这样 你要带动整个族人 让他们的生活水准 经济水准提升 因为有了生活品质提升 经济的水准提升 才有文化嘎嘎的传承 想要带动族人改变 并非一朝一夕 山里的树木 也需要时间慢慢长成 但撒下种子 终会成零 上一一国嘛 下一一人 那我把人照顾好之后 他们的生活我照顾好 而且我照顾他身体 他病毒他通风 我给你止痛药 我让他教你说 怎么生活 什么吃 什么不要吃 什么不要吃 这就有一小部分 他生活习惯没有改 还是会重复的发生 所以我就讲上一国 那国 我的国就是 我这些族人的国 作为医生 当然希望人们都健康 但谢富安期盼 能把人的生活与环境 都一起照顾 那才是他理想的 身心平安 那她是乱人的 鬼再炒 我混浪 这就是 是